菜品如人品,做菜如做人 大家好,我是阿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风炊肉炖菜生 这个风炊肉是湖北江西一带过年长辈的一个辣货 然后这个菜生是湖南这边特有的 算是质量比较好的 这是经过了一个提前的泡发 然后准备了两根蒜叶 小米椒,大蒜,生姜 下面能够了食材准备一下 这个菜生头子这一块有点偏老 所以我们把它切了不要 靠近梗子这边,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切窄一点 因为这一块地方不怎么容易入味 叶子这边,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切宽一点 这个方便我们待会吃的时候更好夹 这个风干肉,我们把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 生姜,我们切成薄片 大蒜,我们切成片 小米椒,我们切成圈圈 蒜苗,我们把它轻轻地拍一下 我们尽量把这个梗子和叶子把它分开 好,这是今天这道风炊肉炖菜生的一个所有食材 下一步我们上火操作 我们先来把这个风炊肉简单地焯一下水 因为这个肉比较咸 然后这一边我们来把这个菜生清洗一下 清洗完之后,我们把这个水分尽量地挤干一些 接着我们蒙火把锅烧至冒烟 放油滑透 锅里重新放入菜籽油 接着我们放入这个风炊肉 煎炒出这个肉的多余的油脂来 这样我们吃起来才不会腻人 接着我们来少许的酱油 我们煸出来的这个油 我们不要倒出来 因为待会我们在炖这个菜生的时候 让它吸收这个油脂 这样这个菜生吃起来就会味道更浓郁 油脂煸出来的时候,我们放入姜片,蒜片 接着放入这个小米椒 紧接着我们放入高汤 然后把这个菜生放下去 烫至开锅以后,我们开始调味 因为我们这个腊肉都比较斜了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那里撒来一点 先来一勺盐,一勺味精 来适量的酱油 小火慢炖,五分钟左右 接着我们来少许的这个干红椒粉 待汤汁,烧的快要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来适量的红椒粉 和这个蒜苗梗汁 出锅 接着我们放入这个蒜苗叶子 点净一下 今天这道风吹肉炖菜生 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 湖北江西那一带的一个风吹肉 然后炖上湖南这个独角的菜生 搭配也是非常的一个创型 然后经过这个上火烧一下 边煮边吃,特别的到位 今天这道菜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我们这个风吹肉 一定要把它尽量的煸干一点 炒干一点 把它里面的油汁把它煸出来 然后再用这个油汁去炖这个菜生 我们这个菜生吸收了这个风吹肉的这个油汁 吃起来就会特别的到位 显得这个菜生就不是那么寡淡了 吃起来有这个肉香味 第二个 就是我们这个风吹肉和这个菜生的一个处理 也比较关键 我们这个菜生是 在农村里面都是用盐去把它淹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在前期的一个处理当中 要把它的盐分把它处理干净 先把它清洗好 然后再把它洗一下 再把水分挤干风吹肉 我们切完之后把它简单的进行抄一下水就可以了 好,最后大家如果喜欢这道风吹肉炖菜生的 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或者在评论区一些弹幕中 发表你们自己的一个看法 同时想了解更多香菜的 欢迎关注香菜而来 今天的视频就放在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